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还要解释三个问题 然后要学习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讨论 然后去对三个基础进行解释 然后最后做一个总结 这一节课要解答四个问题 这四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四个问题被古兰经当中的时光章包含了 知识 我们必须要学习的知识 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必须要遵行 我们遵行之后还要进行宣传 我们必须要忍耐 忍耐包含我们首先要 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忍耐 我们在遵行的过程中要忍耐 我们在宣教的过程中要忍耐 如果我们今世做到了这些 那么我们在后世就会得到脱离 首先我们在遵行之前 必须要有正确的知识 一旦有了正确的知识 才会有正确的遵行 然后我们才能去做宣传教们的工作 我们必须要坚忍 首先在学习知识的时候要坚忍 在遵行知识的时候要忍耐 在宣教时也要忍耐 它的证据是什么呢 证据就是阿拉的古兰经 在古兰经的时光章当中解释 所有的人都在窥折当中 只除是具有这四项品格的人 这种人就是他们学习知识 遵行知识 宣传知识 而且去忍耐的 学者们 学者们把忍耐或者说坚忍分成三个方面来解释 对于阿拉的命令 他们坚忍 也就是他们坚忍地去礼拜 去封斋等等 对于阿拉所禁止的事项 他们忍耐 他们去脱离这些禁止的事项 比如忍耐阿拉所定为哈喇的事情 再有对于阿拉的定度 他们忍耐 无论穷富等等 这节课我们讲到的四个问题 其中在古兰经的时光当中已经包含了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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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之 那 谢谢大家